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9号 今天上午,多架解放军苏三陵战机短暂进入台湾西南的领空 这不同于以往,这是解放军的苏三陵战斗机 由台湾国防部确切证实进入台湾领空 之前呢,你包括像去年4月10号,3月16号啊,都是什么 绕岛飞行,过台海中线,还没进入台湾领空 那这次解放军多架苏三陵 不是绕岛了,不是摩擦摩擦摩擦 偏移中线摩擦摩擦,短暂摩擦中线 这回是啪,插进了,插入了,插入台湾领空了 我的妈呀,蔡英文,蔡英文女士 台湾让人插入了,解放军插入台湾了 蔡英文,管长,还那些小台独 你们能容忍这种事发生吗 你们之前不讲吗,熊大熊二,熊三熊四 是不是啊,爱国者,经国号,IDF,F16 都哪去了,人家今天插入了,短暂插入 什么意思啊,有个经验都知道 短暂插入,他妈也是插入啊 短暂插入不是插入吗 插20秒,他不是插入吗 是不是啊,今天上午解放军插入20秒 你台湾干嘛了,你应该发射弹道导弹 或者发射这个地空导弹,飞机打起来啊 两岸开战呢 是不是啊,凭什么让解放军就这么干呢 就这么查你啊,台湾人啊,还说管查 之前讲嘛,解放军口炮嘛 绕着你飞来飞去像苍蝇一样 这回苍蝇直捅啊,直捅你台湾 捅进去了,现在进入你领空了 台湾人进入你领空了 插入了 短暂插入了 我这么说的吗,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啊,没啥不好意思 就是事实,短暂的插入了 你的领空 对吧 不像以前绕来绕去,然后给你在外围摩擦 这回是插插入 插入完了,哇,撤回了,你走了 我觉得台湾人啊,台湾人你这个事儿你看怎么看 是不是啊,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求什么 要求台湾空军硬起来 对吧 马上派出你的金国号IVF,是不是也到大陆来挑衅 对不对 然后双方打扮,开火 台湾人开火 你说这次都到你领空了,你不开火 那等着下一次解放军飞机飞临台北吗 飞到台北上空吗 我觉得解放军应该可以啊 这次到他领空了,他连反应都没有 那我这次我直接往台北,是不是 往台北飞呗 横穿台,这个整个台湾岛 由南到北横穿 最多也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就飞,整个台台湾岛就飞过去了 我横穿你就完了吧 台湾人你就要,我告诉你啊,你有本事你就打起来 你打起来他 咱们就统一了,真的,咱两岸就统一了 真的台湾人 想明白没有,武统马上到了 解放军是在干嘛呀 就是等你台湾打这第一枪啊 有事一直说不能武统 我现在告诉你,2020年武统啊 现在是大概率时间了 今年就解决问题 哎呀 查入 查入你,你连个反应都没有 本来等着你反应呢 是不是,等着你 等着你做出一些应急反应呢 然后我呱把你拿下来 我查完你,你连个反应都没有啊,台湾人 那你之前你天天这骂大陆,说是什么都口炮 你们才是口炮啊,台湾人 你看这个国防部说的 查入了,进入短暂进入我们西南领空 我们全程录像 全程监视 就是人家查你了 然后你们国防部说我们录像了 是啊 把你被查的经过给录下来了 这你台湾人 你们行不行啊 啊 台湾人 想不想独立啊 想不想独立 想独立,现在就得独立 越往后你独立的机会越少 你现在就得独立 你宣布独立 对吧 大陆以后怎么查你 你怎么自己 我们是国家 主权独立国家 干他 给他打下来 别告诉你台湾不敢 别告诉你台湾是不是 打死都不能开第一枪 松包 一群松包 天天他妈笑和大陆怎么样 今天查你没有 今天 查入了今天 查入你 笑死我了 我觉得这个绿营啊 这帮 我觉得这帮台独啊 还有那帮天天 写文章的 哎呀 我们台湾就应该独立啊 大陆怎么怎么样 你们今天就站出来 站出来跟那个台湾的这个民进党 跟台湾的政府 跟台湾国防部 就呛他们 为什么不开火 为什么不把解放军飞机打下来 为什么 虽然你也知道 打下来两岸就统一了 但是你也得问呢 你不能当松包啊 是不是 之前那个民意代表天天问这个问那个 怎么的两岸这事 两岸有点事 你们都得整个提案什么 这么大一个事啊 今天查入了 你们不整个提案吗 不问责吗 为什么 国民党 国军不把解放军飞机打起来 今天进入了 已经查入了 这算不算强奸 算不算强奸 理论上说算 今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短暂强奸 查入了中华民国 短暂查入吧 苏三岭查入 算不算强奸 你他妈被强奸了 你连个屁都不放吗 国民党 民进党 台湾人 中华民国 你们今天被人强奸了 强奸了20多秒 20多秒吧 让人查入了 你告诉我这事就完了 这事就结束了 咱们得回巴 给他一巴掌啊 下次别抢 别查入啊 是不是 是不是台湾人啊 台湾人怎么想的你们 强硬挥击 打下来给他 还查入到门口 呼吓子给他扇下去 我觉得台湾有这能力 对不对 真的 2020年 我告诉大家 这个武统啊 我觉得越来越近了 解放军正在等一个什么 就在等一个借口 就等你台湾这一下 对吧 我觉得台湾啊 你真是 你这帮人得想想 人解放军每次都这么强奸你 时间长了不算轮结了吗 你每次都让人家这么轮结 你们好吗 台湾人 光彩吗 硬起来 打下来给他 打下来行不行 真的 我判两岸统一判的 我是最判两岸统一的 武统也是统啊 武统不是统吗 不是统一吗 武统啊 2020年 我现在看希望越来越大 我觉得解放军就在找一个借口 你这次只要打下来他一架飞机 两岸开战 两岸开战 那你台湾倒是打还是不打 你不打人家下回 直接统计你在那更深处了 往深处查 而且时间更长 轮结你啊 那有一次算是不小心查入 第二次 过了几个月 第二次又 不就轮结吗 你台湾被人轮结了吗 听到没有台湾人 有时候你看这个 你就看出台湾人 那台湾人啊 你可以看出这帮台湾人 硬不起来 被人家轮结了 是不是 管长啊 蔡英文啊 连个话都没有 下次注意 这什么事这是 硬起来行不行啊 台独啊 要独立的这帮啊 别打嘴炮 咱们硬起来 能不能给他击掉 就给他 就给他击掉 直接给他打掉 击落他 行不行 行不行 台湾人 我这个问题不是 不是什么 数了你们 我是给你们 质问你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你们台湾人到底是不是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能不能允许人家就这么轮接你 插入你领空 你连什么 连个屁都不放吗 国防部就说我们全程录像了吗 那人家下回来 插得更深呢 甚至 给你来个什么 是不是 下个杂 他给你空头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你台湾人 不能光打嘴炮啊 台湾人 我今天真是 我看这个新闻 我发自内心的 我想问问台湾这帮绿营啊 管长啊 你们这帮人 今天啊 6月9号 台湾被查入了